苦名所苦的社福法案在意大利参议院 172比39高票通过 但全国却陷入疫情后的最大危机 联合政府最大政党五星运动 以社福法案规模不够为由拒绝投票 曾经跟五星运动协商多次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会后发布声明表示 支持联合政府继续下去的力量 已经全部不见 不愿意领导一个 没有最大党支持的联合政府 曾经担任欧洲央行行长 带领欧元区挺过2011年金融危机 名字为马利欧的德拉吉 被意大利总统指定 认为他就是能让意大利 从疫情后复苏的超级马力 此刻德拉吉传出辞职的消息 加上其他政党杠上五星运动 让联合政府面临垮台风险 对深陷经济困局 和野火旺季的意大利来说 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 五星运动的杯葛 被视为想在明年 获取更多选票的政治手段 但若德拉吉真的辞职下台 意大利最快将在秋天 提前举行选举 为了稳定关键时刻的政局 意大利总统马达黎拉 没有接受德拉吉的辞呈 希望他下个礼拜 再赴国会发表谈话 让五星运动回心转意 同时让联合政府 能够继续走下去 新闻黄盛海周成为报导 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